大家好,在今天,民国奇幻剧《冰雪窑》正式冠宣定档,将于7月29日在腾讯迎来首播。 这部剧受高伟光欧阳娜娜领先主演的,改编自尼罗的小说《如月》,故事的风格有点类似斯腾,同样是李牧哥指导,民国吸血鬼的设定还蛮吸睛的。 在人物设定上,一个是民国时期绅士名流沈志恒,但却患有血液怪病,一个是自幼眼盲的少女米兰。 讲述了本是名流大亨的沈志恒,因得罪日本人而导致沈家遭遇灭门之灾,小心逃脱的沈志恒被眼盲少女米兰和好友司徒威廉所救。 然而痊愈后的沈志恒却得了一种怪病,不仅让沈志恒变得力大无穷,且就算受了伤也能急速愈合,无死不灭。 后沈志恒在报复当年沈家灭门血案的主使利盈良时失败,还被利盈良的日本上司撞破,并引来他们对沈志恒身份的怀疑。 利家甚至想要通过挖掘沈志恒的血液秘密来破解利家的家族诅咒。 一次偶然,米兰意外获得片刻光明,从而发现了沈志恒不死的秘密,那么相互羁绊的两人又将如何在黑暗中联手,瓦解敌人的阴谋诡计。 冰雪瑶,定档7月29日首播,记得订阅我们,获得更多新剧开播消息哦。